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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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 多吃素多念经 好 今天就跟大家 说一些白化佛法 之后呢 再回到我们强义中树节目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台长呢 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这个 他 到人间来救度众生 救度众生 那么 让我们呢 能够离苦得乐 但是很多人对观世音菩萨 并不是太了解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 她是非常非常 孝顺的 一个 这个 妙善公主当年 实际上 记载的呢 是当时呢 有 这个 朝廷命官呢 蒋之奇呢 被贬了 驻守河南省 在香山寺 那么 他礼拜观世音菩萨之后呢 知道了妙善公主的故事 非常被他感动 于是呢 牢记在心上 当时呢 他被委任杭州的知府 便把这个 观世音菩萨在 杭州呢 天 这个天竺寺的 那个碑室内呢 刻着一个石刻 叫妙善三公主 这个故事 后来就被广完 广为流传了 实际上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呢 台上以后有机会呢 跟大家讲一讲 当年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在着妙善公主的时候 他在人间 怎么样帮助别人 怎么样能够 不畏艰险 怎么样能够以善 去救度 很多的众生 就帮助别人 观世音菩萨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善良的 这个 当年呢 大家还知道 就是全手全眼的人像 实际上 就是当年 后来说 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故事 这些故事呢 以后呢 台长呢 会跟大家慢慢的讲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呢 就是千处祈求 千处献 苦海 常 坐 渡人 周 大家知道 观世音菩萨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有一个歌曲 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 菩萨的悲悯 众生啊 在所有的菩萨当中啊 观世音菩萨是最 最最慈悲的 所以很多人在过去呢 对佛教呢 不认识 他们也不知道 啊 皈依 啊 用心来皈依菩萨 皈依观世音菩萨 虽然你非常的虔诚 但是呢 你如果心没有做一些皈依的话 你可能 还是得不到 这个慈悲心 所以 真正的真理是什么 啊 观世音菩萨 你要 在心里 油然的 对观世音菩萨 产生一种敬爱 实际上 观世音菩萨的 行为 就是让 我们在人间 学会了一切 微信造的真理 啊 你如果心里有佛 有观世音菩萨 你所做的行为 是非常的干净 你的心 也会 非常的 干净 因为 只要你好好的 尊敬 观世音菩萨 啊 而且尊重 三宝 你必然 有求必应 啊 这在古时候 一直相传的 很长时间 就是 让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样 啊 能够有慈悲心 怎么样 能够 度人 啊 像常观世音菩萨 有很多的 善巧方法 来 啊 度人 他曾经呢 也 变成 面燃大事 啊 这个 曾经呢 也是 啊 这个 化成各种 各样的 啊 自己的 这个 一些 其他的 这个 我们说的 一种 法相 到人间来救人 啊 观世音菩萨呢 他呢 这个 这个 当年呢 啊 当年呢 其实呢 按照记载呢 他是 大悲 啊 大悲功德 精英 还起 第六种 证 及诸佛界 十方诸佛 以受鲁迹 当成 为佛 故应欢喜 实际上 这个呢 就是告诉 我们 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 因为他要和我们众生 啊 贴近 所以他称为菩萨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 就是一个佛 啊 就是一个很大的大佛 因为我们呢 啊 人间呢 还有很多的 啊 就是 人间的想法 所以菩萨呢 其实是大悲功德 他最主要的 观世音菩萨成佛 是因为他的大悲的功德 所以悲和慈呢 它是不一样的 悲是什么呢 悲呢 就是一种悲悯心 从内心发出来的 慈呢 是我看见你很可怜 所以慈和悲 放在一起 你 才能在心中 慢慢的去除苦恼 断掉啊 诸苦恼 诸烦恼 所以让众生才能 得住安乐 啊 所以 你学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就是学到自清的涅槃 学观世音菩萨 就是要学会 修成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啊 所以 只要能够 在 人间 行正法 献慈悲 啊 你 今天 就可以 处理六道 观世音菩萨的 大愿 啊 令 十方 十方就是 全世界 各个方面 然后加上 这个 恒河 杀世界 六种震动 也就是说 他的悲悯心啊 可以震动 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第六种震 啊 就是在人间呢 都会起震动 因为观世音菩萨 与 阿弥陀佛的 那个 素氏姻缘呢 非常的深厚 啊 当年呢 阿弥陀佛呢 为 转轮 顺亡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是他的孩子 是他的儿子 啊 这时候呢 菩萨就发了 大慈悲的愿 他说 上位菩萨 一切众生 堕落黑暗 退失 求法心念 身心不安 忧愁 孤独 贫穷 困苦 无可 一辜的时候 他就说 菩萨说了 有这么多的 苦难的时候 啊 只要 啊 他的菩萨的原本是 若能忽念 他的名字 啊 菩萨的名字 被他的天耳所闻 天眼所见 所见 他说 如不能帮助他们 免除苦恼 我事不成正觉 看见吗 看见 菩萨说 啊 当时呢 有个宝藏 宝藏佛 他听到 这位太子 这么年轻 就发菩提心 救度众生 他非常的赞叹 啊 并为他授记 名为 观世音 啊 所以这是 观世音菩萨 这个 观世音 是这么来的 啊 这位太子 实验就是 观世音菩萨 所以呢 大家要懂一个道理 你的愿力越强 你可能 以后成的 果位越高 所以人要有愿力 但是很多人说 我 愿力是可以很大 但是我做不到 你有这个愿力 你必须要去做到它 否则你不可能 进入涅槃 不可能你拥有 般若 啊 那个 刚刚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 这位这个 这个叫宝藏佛啊 他听到了这个 观世音菩萨 这个太子啊 这个发 这个救度众生啊 大家要记住 受祭是什么意思 就是 实际上受祭 就是赞叹和称为 称为 称之为 这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呢 就是太子啊 再发大愿 因为保障佛说 他你是观世音 当时呢 这个太子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 又发大愿 他当转轮圣王 就是阿弥陀佛 在西方净土世界 入涅槃之后 啊 就是 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 草脱之后 继续度化 一切法界众生 啊 这个 也就是说 为什么 现在在佛教里面 传颂 就是 阿弥陀佛 啊 以后 涅槃之后呢 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 会接替 他在 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个管理的位置 就是用现在话 啊 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 当时呢 这个宝藏佛呢 在篇上呢 又给他授记了 啊 他又说了 当无量授佛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 不是我们有个 无量授经吗 实际上这个 无量授经 就讲的阿弥陀经了 啊 涅槃之后 你将会继承 他的佛位 名为 功德三王 如来 国土转名为 一切珍宝所成就 就是说以后 西方极乐世界啊 就会成为 叫国土转 转名为呢 叫一切珍宝所成就 这西方极乐世界 以后就成为 一切珍宝所成就 啊 观世音菩萨呢 以后呢 在在在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阶位之后呢 就会成为 功德三王 如来 啊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呢 就是 其实由这个 这个 素式的悲愿而来 啊 他的悲愿 啊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把这个悲愿呢 落实他的行为上 啊 有一次在 任言会上呢 观世音菩萨向佛陀呢 要报告他 这个 自己呢 这个姻缘 观世音菩萨曾经呢 对那个世音呢 对那个世音呢 就像佛陀呢 释迦牟尼佛说 世音呢 意念我息 我就过去了 无数恒河杀戒 就在过去很长很长 时候的那个 历节的结束当中呢 与世有佛 出现于世 就是 啊 我过去曾经呢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 实际上 他就是在宇宙空间出现 明观世音 啊 他说 我发菩提行 啊 比佛教 我从文 思 文思修 路三摩地 所以为什么 我们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要学文思修呢 文是文佛法 思是 思念 思维 自己的思维 修呢 就是修 自己要去修心 修正 啊 修正 文思修佛法 啊 所以呢 就是路三摩地 实际上 就是路开悟之地了 啊 然后呢 观世音不察又跟 释迦牟尼佛 世尊啊 比佛如来 啊 赞叹我 善得圆同法门 与大会周 中 授记我为 观世音号 就是授记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因为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呢 是非常的 圆通 啊 圆通 啊 就像 现在你看我们 度人也是的 非常圆通 不 不管你是 现在吃素了 还是没吃素 我们 先把你度进来 啊 让你自己慢慢的来 开悟 啊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呢 因中修行 因中是什么 因就是因果的因 在我们众因的当中 一边众因的时候 在修 就是说 你还没成佛 但是你在修行当中 我已经让你开始知道 什么叫修 什么叫不修 什么叫对 什么叫不对 啊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会得到 啊 观世音佛 为 就是当时啊 在那个 在那个 我们说的就是 那个法会上面 啊 叫成为 授记为观世音的 因缘 啊 因缘 所以呢 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在人年会上 实际上就是像灵山法会一样的 多多的菩萨 为什么现在跟大家讲 有时候我们开法会 菩萨都会来 因为菩萨最喜欢开会 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啊 度人啊 这是一个做功德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这个时间 啊 这个 我下次呢 想呢 继续跟大家再讲 啊 这个 讲一讲 就是我们经常的读 这个经文啊 经常 读到不同 啊 有时候的出世之佛 每个佛都不一样 他们有不同的名号 包括观世音佛 对不对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 因为诸佛菩萨呢 以德利明 他们都以道德 来挂上自己的名字了 啊 所以呢 很多很多 你比方说 你这个人很正直 就称为弥陀 你这个人非常仁慈 非常仁爱 仁慈 就是释迦 你这个人非常的喜舍 啊 一辈子都很喜舍 就称为释智 大师智菩萨的师智 你这个人非常的慈悲 啊 就是观音 所以 菩萨的每一个 佛号都 代表着他的一个 修心的共性 就他怎么修成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 就是闻生救苦 就是大慈大悲 所以他发了很多的大愿 都可以称为观世音佛 或者观世音菩萨 啊 佛号实际上 他没有什么专有名词 啊 实际上很多念佛往生的众生啊 他们呢 到了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证得佛果的时候呢 全部都称为 妙音如来 妙音如来呢 这两个字就是佛 妙音如来呢 就因为你们听到佛音之后 成为佛的 所以呢 才会出现了观世音佛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就是这么慈悲而来的名称 所以台长今天呢 只能跟大家短暂的讲一点点 那下次呢 我再给大家继续讲一讲 很多佛菩萨的一些因果啦 成为佛菩萨的一些因果啦 还有其他的一些啊 道理呢 让你们在学佛当中呢 能够啊 闻到佛法就能够理解和明白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因果关系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这个就做到这里了 今天就做到这里 好 下次节目再见